哎呦厉害 快起来吃早饭啦 这是我们直播待会的第二天早上 已经8点34了 我们今天早上特别简单 两包方便面 再加三根拇指玉米 应该是说两根紫糯一根拇指玉米 紫糯往水里一阻啊 它就会有紫色的这个颜色 我还以为那个有点下雨的感觉呢 早上滴滴答答的 我以为是下雨 没想到 天气那是相当好 那我们今天上山的路好走很多 应该会 今天带你俩一起去卖货好不好 走不走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面用的就是一大片的火龙果 其实你看火龙果有些熟了 已经只不过带货火龙果的话就好了 都不用出门 哇我们的紫糯 有没有发现煮完以后更饱满 个个都鼓起来了 对啊 所以我说煮了好吃嘛 然后这个是拇指玉米 这样看起来还挺大个的 你看都被我煮裂了 爆了 我们现在到山上了 今天又迟到了 现在是10点11分了 不过艾蜜在路上已经在开播了 10点钟的时候 就已经在半山游开播了 给大家感受了一下爬芒果山的感觉 你俩哥哥待着啊 不许动啊 待着 先待会儿啊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就抽筋了 就腿抽筋了 哎呀哎呀 哈哈 你刚刚听到我说话吗 一半都没有 现在已经11点11点01了 刚刚在20分钟前吧 今天呢 上的200单也就是半个小时多一点 又抢没有了 然后芒果真的是摘不出来 你看大家都一直往山上送 这些都是今天大家订的芒果 实在是摘不动 因为这边的山很大 给大家看看 总共有480亩的那个芒果一地 但是芒果呢 你看就是树是很小的 这么一棵 一棵底下呢 挂不了几棵大芒 这种大芒果 所以大家要采的话呢 就是像这样满山遍野的跑 所以就是需要很多的人工 但是现在人也不是很多 都不到20个十几个人在摘 那他们的采摘的数量就有限 而且路况又差 所以呢 哎就是产量跟不上 所以也是挺抱歉的 大家大家也是挺捧场的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没货 说是今天晚上那个8点半以后 如果看看今天摘果子的情况 如果就是工人们摘的还多一点点的话呢 还能再放出一些单 包括百香果到现在为止都卖不了 因为现在那边采摘的问题 还没有完全落实好 因为我们的产品就是你今天订 今天摘好了 今天就发的 咱给芒果树施肥去 走快去 现在已经快11点快12点了 然后我居然忘了 小家伙居然没尿尿 他一直在车里等我们 小家伙居是早上一出门就给他直接带上车 没上厕所 他也挺实在的 也不置身 走了走了快 小家伙也热了 今天不好意思了啊 让你等那么久 那去就基本上就没有路 你看大家都是从这个山上 你看辛苦吧 就从那山上一路一路慢慢的飞上来 然后他们就走上来到山上 真的太不容易了 提提在给芒果树施肥了 现在我们吃完中饭了 然后大家开始自己坐下来包芒果了 芒果都是用纸袋子套起来的 因为怕有被虫子啊鸟啊吃掉 所以给他套个纸袋子 一圈围着芒果山 然后所有人都在往外扒芒果 因为我们今天这些芒果都要筛选出来 然后给今天上午拍的单子的小伙伴们 都给大家发走的嘛 这个是590的 然后像这种590的果子 我们都把它淘汰出来 其实它是好的 你看 这个很好 给大家看啊 这是好好的果子 但是它是590 就属于在我们这里属于小果了 我们就把它挑出来 我们正常情况都是 大于600克以上的果子给大家发 就是配果也是要大于600克 然后这个呢就放在这边 这边都是挑出来的 其实好多都挺好的 但是它是个头不够大 然后这边给大家看看 它的品质 夏儿你好乖呀 你是监工吗 这里你总负责你是监工啊 你看着大家工作对不对 是吧 这些果子全部都得挑出来 然后打包 下午打包 晚上打包才给大家发走 哎呦 来我们可以开个盲盒 其实拆果子 就是像开盲盒一样的 这个还不错 就是超了600克的 这个可以用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边 我们从山上下了啦 应该这是啥 然后我们想买一点菜 这个是什么 风鹅 小蜜蜂吗 小蜜蜂蜂蜂 蜂软 蜂软 这是什么吃啊 嗯 这个是什么果 没见过 这个长成这样子的 就这么长 还挺好吃的 是吗 有点酸肚的感觉 有点亏感觉 但是我吃不了那么多 山上的 这个能吃的吗 能吃吧 多少钱 两块钱一把 好 来一把吧 这个小青柠檬 好小 我们卖的很大 这边多少钱一斤呢 一斤三块 两块钱 两块钱是吧 好 嫩不嫩 我觉得小的是嫩一点 十块 这种蔬菜我就店都没定 对 对 这种菜 多少钱一斤 八块一斤 八块一斤 这个是形态鱼 这个还挺新鲜 这条鱼14块钱 可以吧 我们买了好多东西 拿门开 今天回来稍微早一点 大概 五点 五点左右吧 然后我们自己收拾一下屋里面 我们现在到家了 然后 快快快在桌上睡着了 咋啦 把你说醒啦 你再睡会吧 嗯 本来说要上床睡 但是我们好多活还没干呢 就是家里乱糟糟的 一样收拾一下 一会儿还得洗个衣服 托尼也没 人家说人亏马乏 我们是人亏狗乏 多你 你累吗 天机你干好呀 啊我们准备要吃饭了 然后这家伙 摆了这么个姿势 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准备 简单吃一点 刚才买的这些菜 这个就是 本娜的罗飞鱼 还有这个本娜的笋 笋 它这是做好的笋 这个笋啊 就是他们今天刚刚烧好的 我们拿过来切的时候 还是热的 嗯 然后就有一股 这种淡淡的玉米的香味 很香这个笋 对 他们说没有打药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放锅里面 一锅炖 吃完以后呢 我们还要直播 然后那个给大家上百香果 今天晚上八点半的百香果 现在已经七点了 赶紧吃 哦七点十四分了 你看我们的那个钟 你看到这个楼变 那是再来点那个啥 来点那个豆腐 对吧 没有豆腐 咦我们不出来放了 放点菜 这个是我们买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什么藤 嗯 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藤 这一锅是百纳特色菜 嗯 再加上它这个汤底 其实也有点百纳特色的 嗯 也是这个颜色 东西宫的那个感觉 吃到一半啊 我突然想起来 如果说把我们这个 这么好吃的花糯 给它煮到这个鱼汤里面去 那它的味道肯定会更鲜 因为本身玉米它是极鲜的嘛 来咯 切成一勺块一勺块 往那边放 来换个小菜菜 呀已经好了 先把菜夹起来 嗯 烧软 烧热了以后会好吃一点吧 嗯 他就把那个 鱼汤里 这个玉米 在那个鱼汤里面泡了一会儿以后 嗯 他就把鱼汤里面的鲜味给它吸收进去 对对对 哇 这个玉米的鲜味立马翻倍 嗯 其实除了这是 咱们在同时可以就这么当主 当主食吃 也可以放在配菜里面 嗯 可以增加那个菜的味道啊 也可以增加它玉米本身的味道 嗯 这个花怒本来就挺香 挺好吃的 又被我发现一种新吃法 呵 29号要卖的货到了 漂亮 这是我们的 人的掘掘子 牛腩 这个是精品牛排 精品 精品牛排 对这个牛排的话 它去掉了这边的那个脆骨那一端 嗯 然后这边的话它去掉了上面龙骨那一端 嗯 只要中间这一端 是 它骨头咧 就是这里 下面就是 下面就是骨头 下面是骨头 上面全是肉 特别新鲜 对 绝绝子吧 对真的是 含牛肉量很高 这是纯牛肉 其实我跟你讲 骨骨是个肉很好吃的 对这是纯牛肉 对 这也是纯牛肉 嗯 这次我们会拿这个东西给大家做福利 哦 毒包肉 哦 它这一个个 里面包的 包的是羊肉 嗯 这个我们一般怎么做呢 这个 这个煮一下 直接煮 也行 煮也行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